畢竟是索羅娜的榮譽 可以把自己的故事拍成一部微電影 而且我們故事的男主角 是這麼迷人的誘生對不對 那我們來問一下 阿嬌得獎的心情如何 我很感謝就是很多在網路上面支持我 就是不管你是認識我 還是不認識我的人 然後也很感謝金沙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把我的故事拍成微電影 謝謝 再給阿嬌一個熱情的掌聲 我告訴你 金沙為你做的不只這樣 我們今天要在現場為你創造出 重創你的金色時刻 你還記得剛才阿嬌跟我們分享他的故事是什麼嗎 我記得啊 他們在淡水的河岸邊看著夕陽 然後吃麵吃一半金沙草莓 對 因為我們接下來不是要把這個故事 拍成第三部微電影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現場試戲一下 台詞我已經幫你想好了 呃男朋友現在是不是在台下用手機把臉擋住 他就說沒關係 就當我沒有看到好了 可以嗎 欸男朋友先說OK咧 我先親一下 就這微電影的女主角真的是你本人嗎 啊真的啊 哇我到現在這一刻才真的 覺得這活動太酷了 他們都是分享他們親身經歷過的啊 因為我的親身經歷我是有改編過的啊 然後是找了一個不是找本人的人 對然後做了微電影 哇哦那你OK嗎 剛才他 我要跟他一人吃一半金沙喔 真的嗎 真的 欸不好意思我剛剛說他是導演 他是編劇 那第三部曲有女主角 就是目前試戲我來 我來講 真的嗎 沒有啦我看一下 我要入選了 你要變第一名 好啦好啦那台詞呢就是 好險我們相愛了 然後金沙呢我們也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愛於男朋友在現場 我們一人吃一顆吧 不是一人吃一半吧 OK拿你現身 我幫你拿麥好了 可以 然後麻煩幫我們拿下這個 那我們就是因為我相信大家都要捕捉畫面 那我們慢慢吃 看 先乾杯 先乾杯 好那我們視線呢一起往左手邊